大家好,我是飞哥 相信大家看到上期视频 已经猜出我已经离坑的山中 没错,最近我去了好多个景点 但挨个得撤了闭门根 很明显都是此次疫情的影响 虽然已经好转了很多 但仍然还是没有完全过去 好吧,景点是逛不了的 就此机会,我谈了一下此次疫情给我带来的感受 这次在家中待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是我长这么大过的最特殊的一个春节 相信也是大部分人过的最特殊的春节 想想一往每年春节 在家基本上也就待上一个星期 有时甚至更短 这次在家待的时间是往年的七八倍时长的 也正因为这次能在家中待这么长时间 使我更能静下心来意识到 我们平时陪在父母或孩子身边太短了 我们平常总说自己的事情繁忙 没有时间 但就如此次疫情情况 如果在你面前的是一座快要倒大的桥 那你还会急着要跨过这座桥吗 其实所谓的忙 也不过是我们给自己找的理由阿姨 当我们遇到对生命危险的时候 再没有时间也会变得有时间 再反过来思考一下 当你多花点时间陪着家人的时候 你真的会损失很多吗 经历这次疫情让我更坚定 以后每年要多在家中陪陪家人 但不管怎样 眼下还是希望这场疫情能够尽快过去 让所有人都能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 就在我们一次次 失望地离开每一个关门的景点时 却无意中在最后一个景点的门口 发现了两只求收养的小狗 它们很乖也很可爱 老婆很想把它们收养下来 我也很喜欢它们 但由于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我们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不带它回去 不过还是要赞扬一下狗主人的做法 没有将它们直接遗弃 而是给它们织那个临时的家 照顾它们直到找到新的主人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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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